老花一开箱评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铁筷子 很多的花友也非常喜欢这个花 但有的花友还不知道是啥呢 咱们打开跟大伙说一下 然后到我们家也卖铁筷子 待会的时候你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对比 我们家的我就不开箱了 我们家的你们都可以看到 好了 打开 有的花友会说 老花一 为什么你家卖花 你还去不停的从网上做一些开箱呢 因为很多的品种我们家没有 还有一个呢 通过自己不停的在网上去买花呢 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咱们可以学到别人的打包技巧 然后可以知道目前的一个行情 从人家身上学长处 然后弥补自己的一个短处 好了 这个就是了 然后呢 这是一颗虫瓣的粉 它没有说具体的一个名字 像铁筷子这个呢 它都是比较好养的 耐寒能力也比较优秀 你看咱们同样的 这个在路上呢就没有出现什么很严重的一个冻伤 它的一个叶片呢也是非常硬的 有点像那种茶花和桂花的那种比较硬质的一个叶子 大家在养护它的时候呢光照给足 然后呢在夏季很高温的时候啊适当的控水控肥 不要过于的高温啊 然后过于多的水和肥就行了 夏季的时候是长得比较慢啊 这个您要盖它一个点 然后呢 大家收到花之后呢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稍微打开看看根系 是不是长满了 看看根系如何啊 根系还OK 那接下来咱们再放回去就行 那有的话说 老花一你们家的这个铁筷子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家的铁筷子呢要比它贵了20块钱 它这个呢是咱们从网上淘的是60 这个是老花一家的 老花一家的这个是80 但是呢差了20块钱 有的话我说 然后你们家怎么那么贵啊 其实没有对比的话呢 大家就会觉得贵啊 因为这个盆呢是 它这个盆大概是160 150那个样子 我们这个盆是180 而且科型也不一样 总是一分钱一分货 一开始的时候我认为人家才卖60多 有的话我也说过 老花一你家比人家贵很多 我说确实我觉得也是贵 但是你看到科型的时候就觉得不贵了 还有一分钱一分货 好了 接下来呢咱们说它的一个肉盆啊 还有一个基础的养护 选盆的时候呢 大家像这种收到以后 你看这个花盆没毛病 你又不是说看着特别不顺眼的那种的话呢 你就打开这么着看根系 根系没有长得很满 还可以在这个盆里边养一段时间 就可以说先不用换盆 如果说你嫌这个盆难看的话呢 你就打个比方说你可以套个盆 就这么着给它套上 就是高一点的那种嘛 可以套着 等到差不多五一左右啊 它根系长得差不多了 你觉得该换盆了 你可以再换个盆 换盆的时候也很简单 换盆的时候呢还是那句话 根据它的一个灌符来选择花盆的大小 大概的一种黄金比例 是吧 这个盆就是一个极限的大小了 不能再大了 接下来呢就是加土 像种这种东西的时候 原盆原土过来的 你如果说也不想换盆 也怕换盆有风险的话 教给大家另外一种新的方法 就是这种带的花盆 然后呢给它加土 好了 这个方法呢就叫甲植 就是假装的给它种植起来 带着这个盆就这么呆着 然后你正常的浇水 正常的施肥 正常的养护 如果说有一天你感觉 我这个花盆感觉不适应 那你就可以给它拿出来 重新的去养护 直接给它拔出来就可以了 我给它恢复一下 我就正常的还带这个盆养护 你感觉长得很OK 你感觉还这段时间没什么事 你就可以给它拿出来 像这种拿出来 直接给它放进去 这样就完成了你一次种植 又省心 又OK 又哇塞 这种方法适合于各类大神 养各类花 不确定换盆之后活不活 行了吗 笨巴蒂斯 好了 之后呢 如果说感觉它正常生长 像这种正常的优助盆 大家是可以加入一些底肥的 好吧 咱们用到的呢 还是这种花乐多优质克力控制肥 只需要100天硬肥 就可以了 下来呢可以正常的用 也可以撒到盆土的表面也可以垫到下面 像这种的话我就直接撒到盆土的表面了 之后呢 就是正常的去给它给出光照 浇水在一块还是干湿循环 永远都是那个道理 好了 一片关于铁筷子的一个 到手的一个养货 简单的给大家操作了一下 还是比较简单 之后呢 就是给出光照 夏季高温的时候 它哪两块哪呆着 冬天冷的时候呢 就搬到屋里边 浇水干湿循环 用土的话呢 都是用到的这种 老花一家这种通用型的 一个配方型的泥炭 花盆的话就排水透气 肥料的话就够了 你要是说不想用这种 你也可以用便宜点的奥律一号 还有啥没啥了 之后再给大家说一说分租啊 等于一系列的一个 其实看一看 它这个花完盆还没我的打哈 这个啥一下 好了 喜欢铁筷子的花友呢 可以关注一下 每天都有直播啊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转眼 拜拜